朋友们好,我是三妹,又到周末了 我今天趁着周末又回农村老家看看父母亲 现在到了村口了,这个是我熟悉的农村的风光,我很喜欢 回到家之后,妈妈说现在育苗长得很好 她说这种育苗的话吃来是不麻嘴的 可以当蔬菜来吃,也可以用来腌酸 她建议我也可以在楼顶种一两盆 你看很容易种,随便丢在房前屋后 它都会长得很好的 妈妈也为我割了一捆这个育苗,让我带回城里 可以当蔬菜吃,也可以撕掉它外面的丝来做成酸育苗 她说这一捆的话可以当蔬菜,切一段段放到冰箱里边 也可以撕掉外面的丝做酸育苗 然后这个酸育苗种的话是种在坡上的 就汉地可以种的,所以我可以带回去种在楼顶 所以就接受妈妈的建议 先放点豆壳,这个豆壳也是在妈妈家带来的 放在店底让它疏通 通风透气 然后我们加点有机土进去 这个有机土是在菜池里边拿的 我们平时的菜池的土呢都是有机土 之前是用这个木糠和泥土熬成的 之前的视频有介绍过这个熬有机土的方法 然后又埋一些厨医垃圾像这个菜叶啊 瓜皮果皮啊等等这个有机物进去给蚯蚓当饲料 所以整个菜园的菜池土都是有机土的 然后我们就放这颗育苗进去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吃过这种育苗呢 就是不麻嘴的 不吃这个芋头的专门吃这个育苗的 就是直接来 割下来就可以马上可以当青菜来炒了 撕掉外面的丝 或者是用来腌酸都挺好的 它就是不麻嘴这种 朋友们对这种育苗有什么疑问和看法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然后我们把这些折断的这些育苗的话把它剪掉 它很容易长出来 因为这种育苗的话是很容易生的 所以朋友们不妨也种一两盆 也可以在阳台种的 这样子一年四季都有育苗吃了 育苗是一种营养挺丰富的一种蔬菜 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 特别是膳食纤维非常的丰富 被誉为肠道的清道夫 所以多吃一点育苗是有好处的 那就马上就要种好了 很容易种 朋友们我是三妹 喜欢三妹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会不断的为朋友们分享 老顶种菜的点点滴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